南投草屯一名22岁的年轻人 跟轿车发生擦撞之后 只有手掌稍微擦伤 远景询问他是不是需要就医 顺便提醒说路口转角不到100公尺 就是医院的急诊室 没想到这名男子还坚持要坐救护车 目的者看了只摇头 批评这个伤者真的是浪费医疗资源 救护车火车 和轿车发生擦撞的机车骑士 好端端的站在路边 警叫一下车打开车门 他就自己走上救护车 回到车祸现场地点在草屯临时停车场旁 年轻人骑机车和轿车发生擦撞 远景看他只有手掌受伤 但还是询问是否就医 没想到他坚持要坐救护车 车祸现场到医院距离走了40多公尺 在转角走30多公尺 就是医院急诊室 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 30秒的话半分钟就可以到达 救护车带他送医 但一出动一趟就要耗费上千元 有人质疑是贪图保险起付 但目前医疗险保单示范条例翻新 不再提供急诊保险经理 陪和搭救护车的起付 但是还是呼吁民众 珍惜救护资源 把救护车留给最需要的人 记者陈家贵 赵建林 南投报导